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我们一起来点亮新灯 不知道你们有想过 是什么样的热情 可以让你坚持在一件事情上面 六十年 什么样的喜悦 可以让你在这六十年当中 历经了许多的波折 依然是乐在其中 今天点灯爱的行动 我们要向大师致敬 这一位就是在电影圈心情耕耘 已经有一家子的李型导演 李导演用她的人生 用她的岁月 用她的热爱来向所有的观众 所喜欢电影的朋友 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的电影故事 用她的画面 记录了每一个人的成长 让我们记录了 对台湾许许多多动人的画面 今天我们就要来 向李型导演致敬 也要请他聊聊 他这一家子的电影人生 我们来看看 李型导演的电影故事 今年八十高寿的李型导演 本名李子达 投入电影工作长达一甲子 历经了演员 导演 制片 台湾电影文化公司董事长 导演协会理事长 到影展主席的身份 他的电影人生 不但和台湾电影发展的脉络 紧密连结 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 数十年台湾电影 形貌的发展 回顾李型导演的电影 就像是一部台湾电影史 他对电影的热情 数十年如一日 他对台湾电影的贡献 已经无需 也无法用太多的言语来形容 你叫海雪花 我就是啊 并不是每个喜欢唱歌的女孩子 都能成为个性的 李型导演的作品 在不同年代 都有影响主流电影的 经典佳作 1958年的台语片 王哥 柳哥 游台湾 带动台语片风潮 六年后 1963年 李型转拍国语写事电影 第一部作品是《街头巷尾》 1964年拍摄了《养鸭人家》 都为写事电影奠定了历史性的里程碑 来 你都给他签 大人的事 不要你小孩子 整天跟着爸爸赶紧 我最记得 就是摄影师拍的那个 《太阳下山》 我们等了大概半个月 有半个月吧 每一次去 每一次去 那么多工作人员 但就是为了一个太阳落后 赶到那个现场 结果七了光把冬月拿下去 天 七了光了再拿上来 因为太阳已经没有了 所以一定要要求那个太阳 正好在那 我那个时候一个做演员 我对导演 对这个技术方面都不懂 太阳了吧 麻烦 麻烦 太阳就会这么等 等你们那么 就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 两个人都是要求那么严 我们做演员呢 我管你哪怕 就下去就下去吧 都这种心情了 然后都疲了 每天下去 每天下去 我第一次跟李导演 合作的片子是《街头相伟》 《街头相伟》 这部片子是李导演的公司 向中营制片场 这个租用这个影棚 电影器材 还有工作人员 那李导演还要特别 指定摄影师由我来负责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 他为什么指定我 后来我才晓得李导演 对这件事情 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一个摄影师 被一位导演指定 正在拍他的戏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被肯定的感觉 所以我就非常高兴地 参与你的片子 嗯 我不愿意被困死 念书做事 结婚生孩子 刻板一套 李导演 李导演从1958年 出持岛头到1986年 近30年的导演生涯当中 总共拍摄了45部故事长片 汪洋中的一条船 小城故事 早安台北 还连续获得了1978 1979 1980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奖项 这是台湾电影史上至今 无人能破的记录 一位李导演的生涯 刻画了壮丽的史迹 1986年电影《唐山过台湾》 拍摄过程一波三折 多灾多难的情况 一如当年渡海来台的《鲜鸣》一样 此后李导演的电影《导演工作》 暂时告一个段落 进而转至他始终无法忘怀的舞台剧 并且在1989年筹组 中华民国电影导演协会 被推选为首届李市长 推动两岸三地的电影交流 今年新红李星导演《八十高寿》 由新闻局主办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来为李星导演祝寿 6月23日《李星八十》 《电影六十》的记者会当天 播出了李星导演明博三十八年时 担任演员的珍贵画面 《八十大差的一切》 《八十大距尖ło av 《八十大距尖ło have son》 《八十大距尖ło》 《八十高宾之》 《八十大距尖之》 《八十三》 《八十 inquisitoraktsapsty Под惡务見て》 7月10日是李星导演 文物捐赠仪式 即致敬晚会 李导演投入电影《一夹字》 将典藏一生的史料捐赠 这些大批而且珍贵的文物史料 对台湾电影发展轨迹 是重要的佐证 一向快人快语 又刚知正义的李星导演 给人的印象是如铁如钢 但是这一天 他却显示了难得的柔情 他面对携手一辈子的李妈妈 有一段温馨的喊话 李妈妈 你有什么话最想跟李导演说 生活那么久了 有什么话好说 没什么话好说 导演啊 那你有什么话要对李妈妈说呢 我想 呈现她 刚才这 屏幕上那个 都讲过了 她的包容我 支持我 还有一个放纵 我觉得是放纵两个字 但是我觉得讲的不太好 什么叫放纵 放纵 放纵我出去乱交你没有啊 有没有 你妈导演不敢 我不知道 你妈妈一台轻松 你怎么样 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还要牵手 我觉得牵手这两次是最好 是 本身讲的牵手两次最好 现在我的女儿女婿我的外孙 他们都在美国也常常回来看我 真正在台湾在台北的就是我们两个人 手牵着很多人朋友看到我们在国会纪念晚餐 我们俩把手牵起来 牵起来牵手 牵手是要走更长的路 我们还要走更长的路 李星导演的电影成就已经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 他对电影的热情无人能及 八十岁的李星创作热情不减 他想做的 要做的事可多了 也希望能够再创生命的第二春 我们郑重地欢迎今天故事的主角李星导演 导演您好 导演好 导演好 我现在要代表我们点灯的制作单位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 以及敬佩您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做一件事情 来 我们知道今年刚好是导演您八十岁的生日 所以虽然晚到了 但是我们在这边要祝福您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谢谢 接下来希望您所有的创作都能够如期地完成 谢谢 谢谢 感谢 大家请坐 请坐 请坐 一点小小的心意 导演 我想要一开始 我们有很多朋友对您投身于导演 就是说担任这个电影的工作 其实非常好奇 因为您本身是学教育的 就是这个省力教育学院 学教育学系的 那这是师大的前身 可是一个学教育的人在我们的概念中总觉得说应该是非常严肃 可能作育英才 那电影的工作其实它很 当然它很严肃 可是它也有很多多彩多姿的一面 然后您还想当演员 是什么样的动力跟什么样的动机 让您想要接触这个行业呢 其实我在大学一年级我是在苏州读的 是 那个时候是读的社会教育学院 艺术教育系 艺术教育系里面分三个组 美术组 音乐组 戏剧组 我读的戏剧组 实际上那个时候 但是后来因为那个 徐邦会战 徐邦会战的时候 我们全家就迁到台湾来了 那个时候是国共的战争 大家认为打一阵就结束了 所以我拿了一个忌读证书 到师范学院来忌读 师范学院它有艺术系 有教育系 但是艺术系就是美术系 教育系就是学教育 是 给我都不合 但是后来想一想 还是读了教育 读了教育 没想到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 读完了以后 就没办法再回到苏州读 局势已经变了 正式就在师范学院读的教育系 是 那教育系不是我的兴趣了 那么我在学校就参加了 学校的巨坛 学校的巨坛 同时我也参加了 外面的职业性的剧团演出 是 您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参加职业性演出 那个时候也参加演出 那时候演出的蛮多的 蛮多的 但是后来到了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预备进班当兵 民国四十一年 当完兵以后 回来就在报馆做事 在报馆的自立晚报 因为我父亲办的自立晚报 是 自立晚报以后 我就离开了以后 我就开始来游荡演舞台剧 有电影偶尔拍拍电影 电影 那时候电影非常少 少 对 那么同时那个时候的 化妆也并不好 而且那时候的 比我老一代的导演 他们这个选角 像比我大我十几岁的 演我晚一代 结果让我沾了胡子画的时候 我演上一代 演老人家 所以我觉得本来想做演员呢 觉得这样子好像被糟蹋的感觉 你再好的演技 超龄的演出 我觉得当然也可以了 但是那时候化妆术太坏了 舞台上还可以 还有一定的距离 远远的看不出来 距离 对 在电影上拍的 就看得非常佳 我那时候也拍过几部电影 都是演了老头子 沾了胡子 胡子 那个化妆的技术 也非常不好 用笔画皱纹等等 对 那现在的皱纹 就可以用 用胶来做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好像自己干脆引到幕后来 引到幕后来 后来我就做副导演 做副导演 然后拍台语片 最后再拍到国台语 最后拍国语片 国语的时候会写诗片 怎么会喜欢戏剧呢 在当年那个环境里面 其实不是非常蓬勃 对 我是在初中的时候 就看高中的同学演舞台剧 我那时候就很有发生兴趣 后来就参加那个学校中学的剧台 学校的话剧社 帮着台道具 那时候布景 那时候也没有那个大礼堂 像我在西安 在陕西的时候 是 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平地上搭了一个台 真是炒台板子 有点像野台一样的感觉 对野台戏 是 所以那个风 又是晚上风很大 那时候也没电灯了 没灯光了 也没有麦克风 用那个煤气灯 也没有麦克风 所以那时候有风刮 那布景有摇 我们再会把布景扶好 扶着 一直等到这处夕演完 所以那时候就有这种兴趣 投入的 好革命情感 然后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前面演员在演 外面的风在吹 后面还有一些人顶着那个布景 别让他倒下来 一直到整处夕演完 因为我读的是 我那个学校在那个蔡家坡 在那个山里头 山洼里头 风会特别大 对 但是大家演戏 还有很有兴趣 演得很 自己很投入的 所以看到那高中的同学 学长学姐 自己很羡慕 等我到了高中以后 我就开始自己爱自己 总有一天 不是 导演真的是非常爱戏剧 然后到你看现在 就是年轻时候 在他很青春年少的事情 今天讲起来还是非常的热气 而且眼睛还在发光 事实上本来在拍 进台日常拍纪录片以前 因为我结婚以后 有了家类 孩子生了以后 就觉得电影很不稳定 偶尔有偶尔没有 拍台语片也是拍了一部 然后等很久才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想要改行 要改行的话 后来龙芳先生 他已经过世了 我想他是你父亲的同乡 南京人 他在我在台字场拍剧情片的时候 在一个叫翠岭长春 我们到太平山林场 在大院山了 是 他来探班 他来探班的时候 船长跟我们聊天 跟每个演员聊聊聊 他跟我聊 他晓得我对电影的抱负蛮大 有一天 因为我父亲在办自立晚报 那么台字场 龙厂长 他是在制片场 所以大华尔晚报 那一年轮流在办 中国小节的选举 是 结果他们两个都参加了 中国小节选举的 委员会的参与的 是 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坐在隔壁 他就龙厂长就问我父亲 李行他现在在做什么 我父亲说 他现在结了婚 有了孩子 家累很重 他想 展行了 展行了 不可以 他这个性 我想到他对电影的抱负很大 我跟他聊过 问他 现在开始要进入彩色片时代 我要拍这个 省镇建设的纪录片 他愿别来接触一下 他跟我一讲 我父亲回来告诉我 当时就想 我想拍剧情片 去拍纪录片干什么 但是后来又经过家人 大家的鼓励 再讨论一下 就觉得你能接触彩色片也是好 以前拍的都是黑白片 是 是 我后来就答应了去 所以就把我从改行的中间 就拽了 又拽回来了 就拽回来了 来做这电影 要不然我就改行了 所以我想这也是命中注定 他对我来讲是 是一个非常有恩的人 如果不是他让我回到这个电影上来 我改行了 可能以后的这些片子也就拍不成了 台湾电影史上就缺了一大块了 印象中的李行李导演 长辈嘛 电影圈的长辈 然后人很正直很诚恳 很真诚的一个人 脾气很坏 他不高兴是 管你是谁官员啊什么 他就是都会骂这样 就是 我觉得他非常真诚的一个人 很 电影圈他非常尊敬的一个长辈 有没有特别偏爱的电影 你说我拍过的时候 对你自己拍过的作品 拍过的想一想比较 因为刚开始像我第一部片子拍 《王阁柳哥游台湾》 是我一个好朋友制片杨楚光 他来找我来去拍 介绍给一个台联影业公司的 一个赖国蔡先生 他一直都做发行影片 他没有制片 那么杨楚光就给那个赖先生说 你也应该来拍片 我介绍一个好的导演 导演 来给你拍 大家现在都在拍古装的 这个民间故事 他说我们现在拍时装的 拍一个喜剧片 他一听这个很好 他那个导演是谁呢 他一讲是 我没听说过他拍过什么戏 他说他做过副导演 他也做过演员 他说那不行 我第一次拍戏 找一个伸手来 就太冒险了 他说你就换一个 比较有成就的 有经验的 是 那么后来他想想 他有经验的 手上都很 台语片很蓬勃的手 都在忙着拍片 他说要不然这样 我给你介绍三个导演 他们曾经在一起都演舞台剧 演电影的演员 一个张芳霞 一个就是田峰 张芳霞已经过世了 是 结果我们三个人联合导演 由李星来执行导演 拿一份导演费 这算蛮打得真金的 片商永远都是片商 对 但是他一想 这个可以 三个人来 所以这个才开始走上自己 正式能够有机会来导演 所以想做导演 那时候还是非常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每个导演手上都很忙 但还不定能够轮到新人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三个人拍这部戏 第一次 这个长度没办法控制 第一次做导演 对 不晓得应该片长 一般的一个半小时 我们一拍拍了两个半小时 两个半小时太长了 那个时候台语片 都是一天要演个七场 八场 十场 尤其过年 差不多从一早上演到大半夜里头 对对 你片子太长了 演的场次就少 收入变少 对对 虽然票价可以降下 但是老板还是喜欢一个半小时 甚至把它再剪短一点 一个一个 这个一点二十分钟 所以这个当时我们拍的太长了 或者没办法 就说王哥柳哥游台湾 反正是游台湾 我们再让他多游两个地方 续集 把它加长点 再加半个小时 就凑成三个小时上下集 这个老板很高兴 加了半个小时这个时间 这个片子 拍了几天就拍完了 那编剧临时来加一下 拍完了以后 就两部片子结果大赚钱 他大赚钱以后就开始 就不要三个人了 他就一个人来倒 一个人来倒 就是个 系列 系列 就是系列的拍了王哥柳哥 这个好过年 王哥柳哥过五官斩六将 又拍了猪八街跟孙悟空 一胖一瘦 对 瘦得孩子才演孙悟空 孙悟空 胖得演猪八街 李冠章演 我刚才给你讲这些人 都是你们的同乡 李冠章也是南京人 张芳霞也是南京人 是 因为我们南京人很优秀 南京人很优秀 哇 就这样子从这个王哥柳哥 而且最有趣的是 您在拍这些戏的时候 您听得懂台语吗 很多人都这样问我这个问题 我是不懂 但是政府到这台湾来了以后 他就推行国语运动 是 就是像癌子才 他都能讲一些国语 其他人年轻的都可以讲国语 所以还好 所以我都用国语来沟通 然后副导演他懂台语 他讲的时候拍的时候就是 我们事后配音 是 你想王哥他南京人 他不会讲台语 他讲他的国语 他讲他的台语 两个人 后来事后再来配音就是 所以王哥柳哥对您来说 是一个开启你电影之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当然对您来说 意义是不一样的 您拍了很多影像 但今天其实点灯也准备了一段影像 要来跟您一起来观赏 应该一起来体会一下 然后这一段您在我们节目当中 十年前提到了喜怒哀乐 提到了一个比较哀伤的事情 我们也来看看这一段影片 他临走的时候 我一直握着他的手 我想把我 用我的体内那个温度去 去让他再能够复活的感觉 我闻了他的手 闻了那个成人 他已经四十岁的一个手 还怀念在童年儿时的时候 非常嫩嫩的 小小的手闻的 还觉得有一股奶香的味道 我想对我来讲 可以说也是一种 没有办法里头的安慰 对 在他那个典里商里上面宣布 我那个时候才晓得 他之所以外面去工作 去赚钱的目的 就是要支持我 拍我自己理想中间 想拍的一部电影 他在我面前 从来没有鼓励过说 这个电影怎么可以拍 一定不卖钱 但是晓得这是爸爸的理想 他赚钱的目的 就是要支持爸爸 完成爸爸的理想 小的没有人会投资你他这个心 可是他从来没有跟你说 没有讲过 还有就是他偷偷地自己 在捐血 输血 发挥他自己的爱情 对自己 所以我常常讲 他逼我幸福 他走了 我来给他智商 应该是他来送我 所以他逼我幸福 我结果我来变成 我来帮他智商 帮他出了一个纪念的专辑 我说我走了以后 会不会有人来做 本来等着他来做 现在谁来为我做 其实我们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要跟导演一起 这个也是很快 十年了 这个好像是我70岁时候 那时候来讲 是 实际上他是96年过世 到今天算起来已经是12年 也真的是很快 这个不管怎么样 他已经是成人了 他39岁的时候快40岁了 所以他对他的自己的所有的作为 应该为他自己负责 这个 当时我们把他火葬的时候 他妹妹我女儿跟我说 哥哥在平常聊天的时候这样 他我死的时候 火葬以后把骨灰就给我丢在海里 或者丢在山上都可以 当时我们那么伤心 突然他跟我说 胡说八道 我说他开玩笑 想怎么能听他 所以后来就 还是把他火葬 摆在五星街的松山寺 没想到两年以后 在清明节那边不断地念经 不断地大家去烧纸钱 烧纸箱子 结果是三天以后 念完三天经以后 他没有好好处理那个 烧的那些金银钉 那些纸箱子 没好好处理 结果那天做完法会 最后一天大火 把铃骨塔 把我儿子的铃骨塔 在里面 他正好手荡其松 骨灰坛炸 后来就是去找 去找一片他的骨灰坛 后来那个都找不到 找不到后来就混合在一起 大家就把它等于 等于一起 仗在一起 把铃骨铐坛炸 但是他们每一个 他们上后处理得还不错 后来佛光山他们来接受 就是一人给一个原来 不管你原来好坏 他都给最好的骨灰坛给你 把自己的亲人的衣服 纪念的东西摆在骨灰坛 做一个衣冠中央讲读 所以最后我逢年过节 清明七月半我都到庙里去 对着那骨灰看 我心里想 现在不是你的骨灰 现在是你穿的衣服 但是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我后来 经过他这次事情以后 我跟我那人都跟我女儿讲 我们过世以后 把我们火葬了以后 丢在海里 或者葬在树里 或者是再丢在山上去 这三代以后没人记得 三代以后都没人记得 所以最后我们跟我女儿 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告诉你 所以我儿子的过世 就是我们夫妻两人 对这个生死看得真的是很淡 后来大陆有一些好朋友 一个余洋导演 在05年他的儿子 也是突然一次在 在这个去看外景 在火车上汽船 汽船并发 临时来不及 找不到 就在火车上就过世 他也是个独子 就难过得不得了 我当时 我正好那一年 05年我在大陆 听到这消息 就安慰了他一下 但是那个时候 他什么话也听不进去 当然太悲痛了 所以回来 我在过年的时候 我写了一个 一个荷年卡 我就把我自己的 伤知之痛的经验给他 我就告诉他 除非我们跟着他一起走 要不然我们总要 还要活下去 要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应该 我就想到 我说我们在台湾 本省人说夫妻的关系 就要牵手 我说你们 我跟我那人 就面对了我儿子的死亡以后 我们度过一段 这个阴霾的日子 当然有一段时期 我太太是不能替我儿子 在一年以内 后来慢慢地 我要忍得自己的悲痛 一方面安慰他 是 我说这段时期 过去了以后 我说还是老夫老妻 牵手要度过我们 最后的晚年 最后她收到我的信 她回过我 她很感激 她也走出那个阴影 医埋 对 所以这个老年人 我觉得 所以我跟我内人 也常常讲 我们要活 要好好的 活得健康一点 长寿没用 长寿要健康 第一条件要健康 你真的要说寡 我要 你跟二牛干的是什么 说 李导演的导演生涯 绝非一帆风顺 她也同样面临 失败的冲击 排街头巷尾 珍洁牌坊 鹿这些戏 李导演自己耐心地磨镜头 也看着演员在标演技 果然很过瘾 可是从珍洁牌坊 鹿到之后的郁观音 几部连续失利 郁观音虽然得到 亚洲影展最佳影片 最佳音乐等大奖 但是在台北趁着 得奖捷报推出这出戏 续乐的观众门可罗雀 创下中影票房最低的记录 收入连广告费都不够付 作品得不到观众的肯定 对导演当然是一大打击 我拍片当然希望能够获得肯定 是 肯定两方面 比方说得奖 但是得奖对我来讲还是次有 虽然我的片子也得了很多奖 跟我一起合作的演员 很多人得奖 但是我想拍片不是为得奖 就你好好地把片子拍好就是 你该获得都会有 但重要的还是票房 我拍这个路 走路的路 是 是崔富生给王荣 这父子良代的 这个电影对我花的时间是最久 现在的中影公司也没有了 就当年几年以前的中影 是 后面的中影文化城 就是我那个路 在那搭着这条路 现在留下来的这个街道 是 我花了14个月 把后制拍配音 一共14个月 才把这个电影完成 然后接下去我也拍了 拍了《玉观音》 也拍了一系列 拍了很多东西 很多片子 有些还是不卖钱 路 花那么大的精神 当时 王小赤先生 是当时一个漫画家 他来帮 他一直都是帮电影公司做宣传 帮中影的做宣传 柯女 杨鸦人家 都是他在帮忙做宣传 所以他在路的时候 他就让我 他就让我 就是 我们就请他设计一个海报 是 是 他就让崔富生 王荣 李湘 三个人穿了一个白的衣服 上面写了一个路 做了一张大的海报 在鞋面前大的看板 大家很多人会误会 这是不是教会的宣传 这是生命道路 天国之路 天国近了 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就说 怎么会设计这么海报 他非但这样子 他而且还建议 他说导演也穿上一个路的衣服 他说我前面弄的 弄的打的鼓吹的喇叭 再绕西门町一圈 他说那个三家电视台都会来拍 有新闻的 拱宏那个时候已经看板上去了 不好意思再换下来 他说你还来绕一圈 他说不同意 没有同意他 没有同意他这样子 他说首演那天早场 大家穿上这个路的衣服 导演 摄影师 工作人员 演员都穿上衣服 站在门口迎接观众进来 是 也被拱宏拒绝了 我当时也不太愿意 后来到开演那个早场那天 早场是十点半 早场十点半 差不多快十点的时候 人走过来看一看剧照 然后就走了 没有一个回国出来到标榜去 我就在对面马路 躲在后座还怕丢脸 看着 看着就在心里想一想 怎么老不进来 我想跑过去 跑过去把他拉过来 你买票看 你要不行的话 我退票 那你钱 你看着不满意 退票给你 就有一点像那个 那个妓女婊子拉克一样 当时真有这种心情 但是怕丢脸心里想 算了他不看就不看 早场一共大概卖了 大概七八十张票 这非常坏非常坏的一个票房 票房记录太坏了 所以这个路对我来讲的话 是打击非常大 是一条打击之物 那么龚鸿海讲 原来我连那个李湘都不想要 就是男女 那就是父子两个人 没有女主角在里头 他说这怎么行 台湾哪一部电影 可以没有女主角 没有俊男美女怎么可以 他这个观念上还 所以他最后就半路就塞一个李湘过来 所以张元祥写的剧本 原来是父子两代的故事 是 最后再把它重改 要加进来一个李湘 想想这个过程 我想有时候我就拿自己的经验 在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做一些别人 没有做过的事情 是 但是在票房的验证上 就有挫折感 所以我现在自己后来就想 得奖固然是重要 你卖座票房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你没有票房的话 让投资人不能回收他的成本 谁还乐意再继续投资你来拍电影 没错 没错 简单地讲一段故事 在很多年以前 邵逸富贤人 就当我在台湾 拍了很多好的电影的时候 他也很想能争取我为邵逝去拍一部 他说我们合作也不 我说好 很愿意为你尽力 对 他说这个 你有没有什么想拍的 我说我想拍的 你可以不一定会喜欢 我说你有什么想要我合适我拍的 你把剧本或者小售给我看一看 他后来就提供了两三个剧本给我 我都不喜欢 看了以后我说我都不太适合 都拒绝 他这样子的话 我给你一百个你都拒绝的话 我们就不能合作了 他说把你喜欢的东西拿出来看看吧 我就把跪在火烫给他 看完了以后 他看完小售 他说我看不出这个什么东西好 我说这个故事 我不一定完全照这个小说拍 是一个概念 对 他说那怎么拍法呢 我说春夏秋冬 跟秋觉一样 因为我一直想对秋觉非常不满意 因为台湾四季如春 这个季节的变化 我都在摄影棚用人工来经营 对对对 包括雪景都非常好 但是讲话没有冒热气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遗憾 所以我一直觉得想要能够在自己的电影 用四季来真实的四季的情况来拍 那么我想跪在火烫是晚上 我就是用季节的变化 实地到寒带 那个时候大陆没开放 我是到北海道 搭个井搭着北海道 或者是搭到韩国去 那么邵宜夫先生就问我 那然后他你有那么多的冬天的戏 我说没有啊 拍完了冬天就停下来 停下来那人呢 我是再回到台湾来嘛 那么到了春天再到那去拍 春天拍完了再回了 就是一年 到夏天再去 就是一年的意思 对 秋天 每一个季节来回来回这样跑 我说人住的那些花费更大 他一听 我要这样子拍的 是 他说好吧 让我回去想一想 他就一想想到今年也没有答复 几十年都没有回复 就等于没办法给他合作 其实邵宜夫先生对我 我非常的尊重 秋决 他刚 他当时 他是听说我要拍秋决 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就把剧本给他看 他看了剧本 这个又能说什么故事 秋决 你能拍这个什么 但是他说我为了支持你 这很多年以前 这是民国三十五年以前的事情 三十七八年以前的事情 他就丢十万块钱过来 这个十万块钱我支持你 支持你 希望能够在你的预算上 更宽裕地把你的理想完成 很了解 这种事情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这个邵宜夫先生 他从来不做这种事 当时我们就跟他讲 你每年拍那么多片子 要不要拍一两部到国际营展去 他说干什么 他就反问我干什么 他说我拍电影是做生意啊 我又不是为得奖去参加国际营展得奖 这个事情不是我商人要做的 他拒绝 但是他居然能丢十万港币给我 增加你的这个 就如虎添翼 增加你的预算多一点 把它拍得精致一点 给你更好的条件 对 但是拍完了以后 他说如果拍完了 我看你的靠北 我看满意 我就用高价来买你 如果不满意 他说你不要利息你退款我十万块钱 是有条件的 当然他不能把说完就白白的给我 你是生意员 结果他看完了以后 他说我没有把 这四个好片子 但是我觉得发行真的很难 结果我花了两三个月到香港去做宣传 在香港演 结果票房做得非常好 所以这段故事外人没有人知道 现在邵逸夫先生 他今年102岁03岁的那么高龄 要不然停了置之 是 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电影 他在邵逸公司 凡是跟过他拍戏的导演都晓得 他中午他都不休息 中午看电影 约一两个导演一起看 然后他吃蛋炒饭 他生活非常的简朴 就是电影是他一生的最好 但是他做电影 不是为拍艺术性的电影 是拍赚钱的电影 当生意 这个观念我想 应该给每一个年轻的导演 都要接受他的观念 真是对的 我记得以前我们拍那个 王冬中一条船 那时候就是拍一拍 因为那个林凤娇 在帮那个秦翰倒那个 那个什么牛奶 那个热水一倒 那杯子破掉了 那时候道具就只准备了 那个好像一个杯子 还是两个杯子 那然后那个丝心会一直NG再来 他常常会要求演员NG 然后要求到最好的镜头这样 然后那个热水一倒啊 太烫就破掉 然后道具又没有多的 那个辈分 后来导演就是 他就没有办法 就是用一个替代的 类似的东西 他说好 停下来 然后让道具再去找一个 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个杯子 上面有那个那个 一个红色的花的那个杯子这样 所以他就是可以认真到 做这样一个地匹这样 您除了对电影的热情 其实说真的就是 你对戏剧这个领域 实在是太热爱了 然后您也爱财 您也推广 甚至是还要传承 然后您也还想要再拍新的戏 然后后来你还把兴趣 也转到舞台剧 对 这是您最早最早的 喜爱戏剧的动机来源 本来其实前年我就开始筹备 本来要拍一个舞台剧就是 《下雪》 《下雪》 就是《六月雪》了 就是《斗鹅渊》 《斗鹅渊》 但是不是一个完整的 原来的一个经典的 这个圆曲的观看情的 《六月雪》 《六月雪》不一样 不是《斗鹅渊》 我是一个颠覆传统 是用从人性出发点 来重新来诠释这个《六月雪》 所以这有一点颠覆传统的 有点颠覆传统 所以这个《斗鹅》 演《斗鹅》这个本身 不是一个贤其良母 他本身还是一个荡妇淫妇 所以这个演员本身 就是我要在这个 在《戏区》 在《戏区》学院 来这个经济团来找 如果不行的话 还要在外面再来无色 本来是今年的元旦要演 但是去年整个经济情况 非常非常不好 去年5月20号以后 整个的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坏 所以这个答应要捐款 包括胡志强 胡市长就答应给我募款 募300万 最后他讲今年实在太差 他说我都不好意思给开口 给那些企业家去开口 给增加他们的困难度 你能不能 缓一缓 缓一缓 所以我们就把它缓下来 我就把《国家剧院》的 那个党期把它延后 现在要延到明年的 8月2号到8月8号 延到明年还在《戏区》上演 现在我总算 我这个也感动了一些有钱的人 他们愿意来支持我 我想应该在我想上去 应该是一个反 可以值得可以看的一个舞台剧 但是也许现在都是空的 还在脑子里想的 是不是出来会不成功 不成功 那我就这个创作到此就停止 但是我相信 我有信心 这个舞台剧会很成功的 而且 现在承诺我来投资 来赞助我的这个朋友 企业界的朋友 他对我也深居信心 深居信心 您实在是一个太会说故事的人 然后您的坚持 还有您在这里面整个创作 所用的用心 就像您说的 这会感动很多的人 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 中央 对于经济有这个报告 我们有复苏的倾向 所以我们也真的很呼吁 如果您看到今天的节目 您也知道李星导演的故事 李星导演的创作的话 您愿意也投身在这一个艺术领域 然后我们跟着导演一起走的话 您也可以试试看伸出援手 我们大家一起乐观其成 一起把这出戏 新的六月选 可以好好的来推动 希望爸爸你一切都能够放慢脚步 已经80岁了 能够学着就是多一点自己的生活 少一点公司上的事情 对 然后有时间来 多跟我们这个儿女啊 孙子啊 多一点这个家庭的这种 多一点家庭的这个生活 少一点这个公司上的这个事情 希望你能够实现你的愿望 他希望能够还有能继续创作 当然我们也会支持你 但是同时也希望你自己照顾身体 董哥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董哥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80岁我今天给很多朋友 我公开的讲 80岁对我来讲不是一个终结 不是我的理想的终结 也不是我生命的终结 我还要健康地活下去 所以活下去我就希望 自己还有很多理想的事情来做 这只是一个阶段 我还有很多报复 很多理想想做的事情 对 我也继续要做 这样我觉得活着才有意义 也有动力 对 就照我们中国人的谚语来说 人生七十才开始 导演您现在才十岁呢 还有好多好多的时间 跟好多的这个机会 让您去好好的发挥 谢谢 谢谢 我今天非常谢谢导演 祝福您 也希望您能够给我们更多更好的作品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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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导演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点灯就是感恩 幸福 知足 光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